从拉闸限电看未来轻能源的投资机会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这点话题解析 我是Coco 今天你所在的城市限电了吗 最近不少东北的网友在网上抱怨说 因为停电 开始过上了没电没网的原始生活 那当然了 南方的城市也好不到哪里去 目前像是一些传统的外贸出口制造业大省 像是江苏广东和浙江 一些供应员区也是纷纷开始限产限电 甚至有一些要求要开始做一修六 那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电突然不够了 那前两天一些中国网络上的自媒体或者大V 也是纷纷在揣测 说是中国在下一盘金融领域的大旗 那言之凿凿也是说的非常有依有据 但不久也是被中国官方给辟谣了 那具体的信息 昨天Mike也是通过了电台节目和视频节目 给大家分析过了 那我在这边也就不再赘述了 那简单来说 就是中国确实没有电了 不够用了 那尽管前两年中国也是在大力的发展一些清洁和可再生能源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目前中国的主要的电力结构55%依然依靠的是火电 也就是说是需要燃烧煤炭 那首先不谈最近高涨的这个煤炭的价格 那首先这个就已经非常的不符合最近几年的中国提出来的双碳目标 而减少碳能源的使用 目前也是全球各个国家共同的目标 那么这个时候其他形式的能源就必须要跟上了 那虽然近几年随着电动汽车的逐渐普及 并且有了逐步替代传统燃油汽车的趋势 但是它在其实在使用和生产的过程中 还是没有办法真正满足零碳排放的这么一个标准 所以目前市场上或者说国际上 有没有一项这样子的技术能够真正实现零碳排放呢 那答案是有 就是氢能源 所谓这个氢能源啊 其实跟这个传统的煤炭或者天然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煤炭和天然气呢 是目前是自然的存在在地球以下 大家只需要把它挖出来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那氢气的话呢 是需要电解水的逆反应 通过一定的流程和工艺来制取出来 也就是说啊 如果将氢气能够作为燃料的话 那么它最终的排放物呢 就是水 目前呢 国际上啊 将使用太阳能水能等等生产出来的氢气 在过程中完全没有碳排放的所生产出来的氢气呢 称为氯氢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真正所追求的绿色清洁能源 那很多人说啊 本身像是你刚刚提到的风能太阳能 就已经属于可菜生的清洁能源 那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的把它转化成氢能呢 那原因啊 就是因为风能和太阳能呢 它不易储存和运输 而氢能源呢 可以以液态或者气态的形式 运用槽灌车和管道来进行运输储存 那当它呢 如果作为汽车燃料的时候啊 它的能量密度呢 又比一直被诟病的电动车呢 要优秀的很多 所以呢 目前市场上啊 大部分使用氢气作为燃料的汽车呢 都是中重型的工程车或者运输车 那如果我们谈到氢能源汽车的普及的话 那么我们就考虑三个因素 首先是上游的制氢 那因为目前啊 大规模制取滤氢的这个工艺和技术呢 还不够成熟 所以导致了滤氢它本身的成本呢 就已经非常高了 如果作为燃料的话 氢气的成本呢 是可以达到电动车的两到三倍 那它也会成为燃油汽车的一点五倍到两倍 那么从大规模商业化的角度去考虑的话 那本身的氢能源的汽车就失去了一定的市场 那其次呢 就是中油的运输 那因为曹冠车的运输的效率呢 非常低 成本呢 也是非常高 而氢气呢 它是具有一定的腐蚀性的 所以呢 传统的天然气的管道是没有办法直接用来运输这个氢气的 那最后呢 因为目前啊 加氢站的核心设备呢 目前都是属于日本比较多 那导致呢 目前啊 建设一个加氢站 它的成本呢 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 三项因素加起来呢 导致啊 目前氢能源的汽车呢 是依然无法完全替代 或者我们说啊 在短期内无法完全替代 传统的燃油汽车 或者电动汽车 那但是呢 目前啊 高盛依然是把目前的滤氢能源呢 是作为一代人只有一次的机会 并且呢 他也估计啊 在2050年之前 这将产生价值50万亿美元的 这样子的一个全球的市场 那澳洲呢 作为能源出口大国啊 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千攒难逢的机会 那在去年呢 澳洲能源部发布的一份叫做投资技术路线图的文件当中呢 啊 轻能呢 是被作为未来十年的重点投资的这个技术对象 那并且呢 这项技术啊 也将在未来优先享受最高级别的补助和补贴 那政府呢 也是计划未来将投资680亿澳元来发展轻能源的这项技术 那目前呢 澳洲呢 有没有一些上市公司 目前是属于轻能源概念 或者说已经开始布局轻能源这一赛道的呢 那当然有啊 首先作为澳洲最大的能源公司之一 Origin呢自然肯定是不会放过这个风口 那这个公司呢 目前是通过了直接投资 以及和一些公司签订谅解备忘录的形式 来逐步锁定目前的是为塔斯马尼亚和昆士兰的Tonsville的滤清项目 以获取呢 未来更多的滤清项目的一些资源 那另外一家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铁矿石公司FMG 那尽管作为全球第四大的这个铁矿石公司FMG呢 目前也是在与Tasports签订了滤清项目合作协议之后 更是呢在最近啊逐步与日本的一些大型的能源公司 像是Kawasaki等等签订了销售合作协议 那最后呢 像是作为一家这个传统的石油天然气公司Santos 自然呢它也是不甘落后的 但是呢目前这家公司啊更着重于碳补桌和碳封存这一项技术 那另外呢除开这些刚刚提到的大型的这个澳洲的龙头企业的公司之外呢 还有一些比较小或者说更小型的新能源概念的公司呢 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 因为他们正在布局这一赛道 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的话 欢迎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跟我们取得联系 获得呢更多详细公司的列表 那最后啊我想说的是 就像巴菲特的明年长坡厚雪说的那样 人生就像滚雪球 重要的是要发现长长的坡和厚厚的雪 那这里的厚雪呢是指啊 企业要有足够的获取盈利的能力 而长坡呢是指啊企业所处的赛道 要有足够高的天花板 可以支撑企业长期的一个增长 那新能源的这个赛道呢 在未来就很有可能会成为这个 长长的坡厚厚的雪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业 那抓住未来啊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机会 或许呢就是我们最好的投资机会 那希望我们啊都在未来能够有机会 见证到真正的灵探时代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